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美女 拿了这么一个盆 她买了我两颗开花的小蝴蝶兰 她回家看了一颗花 她想重栽 那么我就给她重栽一下 她拿了这个盆 这盆里边有一下土 这个土存栽 因为它是新手我怕是不行 我让她买一袋 你看苔蝶和土掺起来 我给她重栽一遍 我给她重栽 你看她这个花 你看这小苗 你看她这叶子有点黄了 她可能是放的 你放的阳光见阳光的地方了吗 头一天见了点阳光 后来也不见光了 不见光不行 你看她这小苗长得太快了 你看她的叶 根都非常不错 根非常好 你看她这根 我还以为要死了 吓死了 没死 没要死 这黄叶给它尽掉 先别久 这个先别久 那个还不太熟 把她这个土给它倒地下 你这盆还挺漂亮的 嗯 因为它是新手养护蝴蝶兰 蝴蝶兰 蝴蝶兰是好养蝶 特别好养 最皮实的话就是它 你看它这个 它是新手养护蝶蝶兰 它用纯土养 我还怕它养不好 我就还想给它掺 我还怕手养蝶兰 你怎么放呢 姑娘把这抽屉打开 嗯 好 那咱们这个就栽上它 下边 花盆 盆的下边放开线 多放点开线 这样子掺着放 这盆掺着 这么掺着放就可以了 嗯 这个 这是你这个教室的 嗯 它俩在一起 我知道就是在一起 你不就要在一起吗 对 一点有点花有点大 人师说 上次说把那个花太败了 再摘了 我怕它有点不太对劲了 我怕它有点不精神了 对 嗯 行 你瞬间摘着一下 这个阳光啊 你要想不想看这个花了 你要不想看这个花了 你就给它护架之后 就放在阳光下边啊 它很快花就落了 落了就落了吧 落了你就把它剪一下 剪一下 然后让它那个 咱们很快的就让它 让它长这个 那个 那个 蝴蝶兰的这个身体 现在把身体和那叶 先长 长大了 然后再让它开花 这个能开几天就开几天 咱们这么摘着之后 它很快就落 落就落吧 要让它长颗吧 嗯 就让它长叶吧 嗯 对 就让它长叶 让它把这个颗很快就长大 先把身体养 养肥了 养肥了 这是属于一年开几次 哎呀 它养好了长年开 没有停的时候 它这个花点没等落 那花点就起来了 刚才咱说这颗那啥还湿 对 这颗干 嗯 这颗干 你给我拿点水来 拿点水 拿点水 拿水水咬着来 这儿来 这颗不是湿吗 这颗不是湿吗 这颗是湿的 这颗是湿的 这颗挺干的 对 咱就是你别浇满盆的湿 你就浇这个部位 就浇它这个部位湿一点 湿透的就行吧 就像它根那盒 对 因为啥呢 它现在没长大呢 它是磕小 它的蒸发水很少 你看 因为它这个 很小盆很大 所以说你不能浇太湿 不能浇这个 就浇这个那个啥 就浇这个根处就可以 因为它现在不是很大 花不是很大 蒸发量没那么大 所以说不能浇很湿很湿的 就这根这粘也浇一点 少浇一点 这个有看的 刚才我看有点潮湖 好 就让它根这阴湿了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浇多了 好了 往来这去十天浇一次 十天浇一次 就往这花根这浇就可以 就浇花根就可以了 知道了吧 就往花根这浇就可以了 往来等着 这这回你就 你要是不想看这花 你就让它见阴光 见阴光 让它长这个长叶 长身体 让它身体长大了 往来再再开花 好嘞